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师父 昨夜客栈的那些人是不是北府君 是 竟然能撕掉北府君 说明这个人一定不一般 他到底是什么人 上元节刺杀您的是不是也是他 他是我的旧相使 有些私怨 但不必忧虑 你做好你自己的事情就行 对了 巡查铺子的事情不必急于一时 既然你已经开始办差了 多的是历练的机会 只要你不再有刺杀陛下之心 就留在几封款吧 他们明显是冲你而来 任何出入要小心 处理下伤口 知道了 师父 好 你员 我 又让厨房做烧鸭子了 没有啊 我都闻见味了 这确实是一盘烧鸭子 我见到师父就 不好意思拿出来了 师父父亲 远看犹如折仙子 仙子自然是不吃烧鸭子的 所以 是我错了 错就错在烧鸭子身上 不是 世事繁复 海誓日后 丁当三思而后醒 不会凡事只看表面 定不负师父期望 所以师父是原谅我了吗 此处是何处 守三阳经 若是断了会如何 荆则不能习武 重则残废 知道 还不服药 自己思过 回房去 谢谢师父 谢谢师父 那我就不打扰您了 慢着 你手艺不佳 还自作聪明 明日开始加紧训练 不能偷懒 知道了 师父 还有 把这盘烧鸭子拿走 您不尝尝吗 拿走 是 师父 看靶心 师父 那日我走了以后 您是不是因为担心我 所以才一路跟着我 心中挂着我字 容易设不准 小心伤口 知道了 师父 海事 师父 找我有事 坐吧 我来 师父 您刚才去宫里了 你特意来找我 就是为了问这个 卓英跟我说 陛下 轻点我去科举 不用去 我替你推了他 不是的 一开始听到的时候 确实不知所措 但是 我想去 想去 是为了陛下 不全是 我也想看看 自己的弓马 是不是练到家了 科举中 有太多的关卡 你身份不方便 若真想去 那就去吧 还有事 师父明知道 科举的时候 陛下会在 为何仍然允许我接近他 这是陛下的旨意 还有 你答应过我 不会刺杀陛下 我相信你 是不是只要是他的旨意 师父都会遵循 天下之大 大征有今日 皆是陛下之功 可当年若不是因为他下旨 科捐朱税 也不会有那么多人忙死 我也不会因此 而失去父亲 国是非一人之事 上言下行之间 有太多的关节 你慢慢便会懂的 先把心思 放在科举上 师父放心 我一定会竭尽全力 好好准备科举 那我这就去练习了 徒儿告辞 仔细逼上的伤 抹了师父给的药 已经好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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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多了 ��요 不要 多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